12月是香港人旅遊的高峰期 其中一個熱門旅遊地點是泰國 我也很喜歡去泰國旅遊 曾經有一段時間 差不多每兩個星期都會去一次 星期五出發 星期日回來 有時我去的主題是購物 特別是家居物品 泰國有不少手工藝 相當政治 而最重要的是價錢合理 如果不是太麻煩的話 我真的想在那裏連傢俬也買回來 有時去是為了美食 我曾經在三天排行程密密密密密 將那些餐廳排得很密 要盡量撕曬當時得令的餐廳 包括一些另類餐廳 20年前左右 我第一次品嘗到RAW FOOD 就是在泰國 真是令我大開眼界 可能因為泰國是佛教國家 對RAW FOOD 那個所謂叫做裸食 特別是容易接受的 RAW FOOD 中文直接可以譯為食生 生的東西 也有人叫它做 剛剛我提過 是裸食 裸體的裸 就是食物的食 近年較多人用的一個名詞 叫它做生機飲食 不同的翻譯都令到人有那麼多的混淆 甚至有人會問 RAW FOOD 就是不煮 你只是Sashimi 魚生 RAW FOOD 是一個純素飲食的一種 有三個大原則 第一一定要純素 Vegan 沒有動物成份的蔬菜 植物食物 會選用一些不含動物成份的食材 好像雞蛋 牛奶 蜂蜜 這些都不用的 第二就是沒有化學添加食材 純素食材當中也一定要 不含有化學添加成份 盡量以天然和整存的食材為主 例如啫喱或棉花糖 都不能用這些食材 因為當中含有餘膠粉 第三個特點就是 不能用高溫處理 所有食材都不能經過高溫 甚麼是高溫 即是攝氏41度或以上 就算做高溫處理 是希望能夠保留到 蔬菜食物中大部分的營養成份 所食的包括有機的新鮮水果 蔬菜 豆芽菜 堅果 種子 椰子 多多的新鮮果汁等等 很多種務求食物多元化 攝取食物的天然色素 使用天然的調味料 來做出最健康有最美味的料理 除了不烹調之外 當然也不會吃任何罐頭 以及人造加工過的食物 現在信奉這種飲食的人不少 不過暫時還未完全流行到香港 外國有很多名人都很大力去倡導 例如麥當娜、Bill Clinton、Demi Moore、Woodie Harrison 以及美國很著名的主持人Opera Winfrey 都是熱愛裸食的 做一個公眾人物 很多時都有減肥的壓力 形象生活的壓力也很大 據他們說 吃了這些健康的裸食 可以令他們頭腦清醒一點 專注力增加 睡眠品質會提升 這樣就能夠更加有憧憬 去做事 抗壓能力也更加高 雖然香港現在沒有什麼 有幾間這麼多 好笑 RAW FOOD的餐廳 但是其實很多西餐廳 都有提供沙律的 你只要在醬汁作為挑選 盡量去挑選一些天然的食材 都可以的 但是都有幾間這類型的食店 RAW FOOD的最大好處 就是能夠吸取食物原有的營養和酵素 因為食物如果你煮熟後 是會流失很多營養和酵素的 酵素是可以幫助我們保持青春 和時刻精神的東西 RAW FOOD令到一些朋友 根據他們所說 就是越吃越精神 越吃越健康 每天睡六個鐘就已經覺得很足夠了 吃完東西之後 又不會煩氣攻心 工作效率都可以提升 全球全生機餐廳是越來越多的 包括內地在內 有一位生機取食的名廚叫做Elizabeth 他在華盛頓市府經營一間全生機餐廳 叫做Elizabeth Gone Raw 他曾經這樣說過 人們都認為美食一定要犧牲體重或健康 如果好吃的食物 你來我這裡吃吃得很開心 吃完之後心情會很好 最重要的是沒有任何罪惡感 另外洛杉磯的Planet Raw 西雅圖的Happy Superfood Cafe 紐約的Peace Food Cafe 還有三藩市的Panda Pajama 都是全球非常知名的 拿食全生機餐廳 至於曼谷 我都會推介一間叫做Russayana Retreat Russayana不是在曼谷市中心的 但是也很方便 它距離Panpang的輕軌站 大約是10至15分鐘步行路程左右 即使你不是生食者或者素食者也好 Russayana也是如果你在曼谷旅遊的話 不容錯過的一個站 至於香港 如果你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話 可以瀏覽一下香港食生會 Raw Hong Kong的Facebook專頁 這個食生會 香港食生會 是香港人自發的非謀利組織 他們主要是想推廣食生的生活方式 令大家可以更健康 更加慈悲 更加開心 更開心 人間可以更加祥和 所有人和眾生都可以生活出幸福的生命 今天我們講了這麼多泰國 大家也可能有興趣認識一下 他們所採用的電子錢包 Prompt Pay 究竟是甚麼 我們為何要認識多些 看完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繼續 或者大家也可以利用這段短短的時間 打電話 5566-8299 又或者在Description的欄目中 按入相關的連結 做一個簡單的登記 去到發在生12間 任何一間分店 只要表示你是智雲頻道的觀眾 他們就會無條件送一支旅行裝的發在生 殺菌紫釀洗髮爐 快點打電話 5566-8299 洗頭的時候 甩很多頭髮怎麼損 頭髮問題和AI chat 不如和黃先生 chat 只要疏通阻塞的毛囊 利用中藥補充頭髮營養 就可以達到防脫髮固法的功效 發在生止脫固法療程 有助頭髮健康生長 打電話 幫我查一下 12月4日 Prompt Pay 就會接通我們香港的支付系統 轉數法FPS 我們香港人 在泰國 那裏有超過800萬間的商戶 都支援Prompt Pay 我們在那裏 利用手機掃描的二維碼付款就可以了 即是不需要 是提前去兌換泰銖 Prompt Pay在泰國 2017年1月推出的一項 數字錢包支付系統 它將銀行的帳戶 身份證和手機號碼 是綁在一起 客戶只需要用身份證 或者手機號碼 就可以通過網銀手機銀行 或者是ATM這一類的電子渠道 做支付或者轉帳 自從Prompt Pay上線以來 泰國的Digital Payment 數字支付增長了169% 符合當地國家電子支付計劃的標準 Prompt Pay是具備無拒付實時到帳 操作流程簡單 和目標群使用率高的特點 將它們標準化了它們的二維碼 在大多數銀行的APP應用程式 都掃描得到 也可以進行任意金額的轉帳 付款交易時也不需要支付任何費用 可以令到Prompt Pay的商店當中有不少 香港人購買的熱點都有採用到這個系統 包括大家熟悉的Big C Gottman Market 商業中心也有Siam Paragon Siam Center Siam Discovery NBK Center Terminal 夜市也有Chutuchak Weekend Market Ajitik River Fund 還有不少的Siam Square 百貨公司我們很多時候去的都有 例如The Mall Icon CM Emporium Paragon Siam Tachimaya Central Robinson 等等 它們推動電子錢包 比我們更加成功 計到2021年7月 Prompt Pay的註冊用戶已經去到6,220萬 是覆蓋了泰國89%的民眾 而泰國的總人口是7,07萬人 按年是增長12.6% 在交易數據方面 一直到2021年8月 Prompt Pay平均每日交易額 可以去到8,550萬台銀 即是大約1,888萬港幣 按年增長45% 平均每日交易量是3,020萬 按年增長是超過100% 同時Prompt Pay能夠覆蓋更多沒有銀行帳戶的人 加上匯款方面 亦加強了包括偏遠地區的農民等等 不同地區的朋友 和家人之間的聯繫 泰國的Prompt Pay是支持跨國轉帳的 除了與香港有合作之外 目前亦可以在新加坡的PayNow 兩地之間是相互安排的 付款的時候只需要輸入收款人的手機號碼就可以了 是否很方便呢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告訴我們 下一步會研究轉數快 接通亞太區有關地方的支付系統 做法有兩個 一個是雙邊連接 另一個是因應東盟地區 已經開始商討快速支付系統的多邊聯網 現在研究香港可否加入其中 目前東盟地區裏面設有快速支付系統的國家 或者地區都不少 電子錢包在東林亞是越來越流行 E-Marketer 這是一間市場研究公司 他們做了一個調查 發現在去年 全球電商的增速排名前十位的地區當中 來自東林亞地區的佔據了一半 而根據倫敦金融公司 Moku發布的2021年報告 東林亞就是全球電子錢包增長最快的地方 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越南 和菲律賓的電子錢包使用量 增長超過311% 預計到2025年 使用量將會超過4億4千萬戶 香港真的要急起直追 到最後了 到最後了 到最後了